大叔带着儿子撞死几十人 却没人抓他 因为他们没有犯罪 伊莉亚是名老司机 别误会 就字面上的意思 人家是开火车的老司机 每次撞上人 铁路局就会派心理医生给伊莉亚做评估 看他适不适合继续开火车 我撞死了一辆吉普车的人 他们的身体都被车轮碾压 还有一颗头卡在后视镜上 只要一开火车 那颗头就冲着你眨眼睛 显实的描述听得医生们反位 伊莉亚组上三代都是火车司机 他们一共撞死了66人 从来没有被抓过 因为他们没有犯罪 每次撞死人 伊莉亚都会带鲜花去祭典 哪怕次次都被受害者家人追着跑 这天伊莉亚日常开着火车时 老远就见到有人站在轨道上 鸣地警示 但人还是不离开 伊莉亚只能拉下刹车 那是一个十岁大的男孩西马 他是附近孤儿院的孩子 刚得知自己是被父母抛弃 就想要卧鬼自杀 原本想把人送回孤儿院 但西马坚决不回去 无奈伊莉亚只能收留他 转眼间 西马长成了一个大男孩 毕业后 他也想成为一名火车司机 但伊莉亚极力反对 因为他曾撞死过自己的妻子 和邻居夫妇的儿子 这都是鲜活的生命 伊莉亚不想让西马背负这些 不想让他一生都活在自责内疚中 因此 他给西马找了一份调度员的工作 尽管西马接受了安排 但内心十分地不情愿 伊莉亚把西马送走后 嘴上说得难听 但心里还是不舍得 这么多年 他拒绝西马的拥抱 没合过一次照 甚至不承认 他是自己受养的儿子 一直保持距离 也只是厌倦了活在这世上 亲人离世 身上背负性命 都让伊莉亚累了 原本他想自杀 但放心不下他养的孩子 而被安排的西马 被调到后勤部工作 走后门的他被人排挤 日常工作就是洗车头 偶然的机会 他遇到了开火车的刘巴 他把西马带上火车 并教他如何驾驶 教会后就跑去睡觉了 留下慌张无措的西马 眼看火车越跑越快 大喊刘巴的名字也无人回应 无奈 他选择了跳车 自家孩子被欺负 伊莉亚忍不了了 带着邻居就把刘巴叫醒了一顿 也经过这次的事故 伊莉亚决定 还是自己教西马比较放心 省得她被别人带坏 带着她做一系列的训练 还找来自己开火车的老伙计 给西马传授经验 他们纷纷介绍自己 撞死过多少人 以及撞人的感受 最后祝福西马 能尽快遇到自己的第一次事故 因为在他们的行规里 没撞死人的不是真正的火车司机 单纯的西马被这番话吓到了 一晃时间就是半年后 焦虑的西马精神极度紧绷 她饭也吃不下 叫也睡不着 害怕撞不到人 又害怕撞死人 每天战战兢兢的 这样的矛盾让她越来越恐惧 甚至开始抱怨起伊莉亚 是她带自己走上了这条路 为了让西马完成她的处女状 伊莉亚自愿握鬼 她算好时间 从容不迫地躺在轨道上 谁知西马延误了时间 意外撞上了卡在轨道上的刘巴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处女状 她兴奋至极 抱着伊莉亚喊出了爸爸 本片用内敛式的喜剧 讲述了火车司机撞死人的心酸过程 即使撞死人无罪 但又有谁想手上沾满鲜血呢 好了 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 火车司机日记 我们下次再见